今天27日是农历大年初六,更是清水祖师圣诞 传统习俗上,初六要送熊江 过去一整年的美运全都抛弃 来迎接未来一整年的好运 且务必必做一件事情 好运望整年 据报道,在中华文化中 数字六象征吉利 因此许多店家选在初六开工 祈求新的一年,裁员广进和天天顺利 而初五赢财神后,初六务必要送熊 正是所谓的寄送熊神 方天习俗上,大年初六有四大禁忌及礼服 如下给看官门参考 一,开工 初六当天,商店、酒店以及农民会正式开业上工 二,到垃圾送球 家家户户会在初六将过年累积垃圾一次丢掉 也是俗称的送球将过去不好的运势送出家门 三,育肥 由于习俗上初一到五楼子打扫 因此初六这天必须大扫除 并将厕所清理前进,祭拜厕所神明 将一次累积的脏屋全部都清理前进 四,清水祖师圣诞 初六这天也是清水祖师落比祖师的圣诞 许多地方祖师庙会在这天里 行声大的庆典祭拜请学祖师 最后大年初六 祝福大家溜溜大顺 健康 事业 工作 家庭 来铺 感情 事事如意 都顺顺哦